你好 歡迎收看十點不一樣 我是黃新華 但您關注已經宣布要參選 二零二四總統大選的柯文哲 說如果能夠當選總統 會到立法院備詢 早上八點半 正式抵達黨部 但柯文哲似乎還沒睡飽 心情看起來不是太好 你們怎麼那麼早來幹什麼 現在的競選口號都已經想好了 主要政策 對內對外主要政策 談出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但空有口號可不行 得選上才能真的執行 黨部首度召開選舉決策委員會 要討論總統立委的提名人選 沒回答直上電梯 但黃珊珊若真的要加入不分區 得先處理身上的黨籍問題 頭也不回 拒答敏感話題 但儘管還保有親民黨籍 黃珊珊仍然身兼民眾黨選決會議員 全力助攻柯文哲登上大位 而柯文哲自己也立即說明年不分區 至少會拿下巴席 主席這次也會參與總統大選 對政黨票或區域立委的選票 相信都有母雞帶小雞的效應 總統大選不缺席 柯文哲更拋出政見 若當選要恢復隔魁同意權 要嘛就立法 那個行政院長同意權 要嘛就是總統到立法院報告 這兩條路 不可以有權利沒有責任 當總統的話到立法院報告 對啊 接受國會議員的質詢 這才是三權分立 洋洋灑灑說了這麼多 但是當主教還是副手依舊沒說 反過來先打擊對手賴清德 似乎對當副手不是真的有興趣 但前提是得當選 這一切才有意義 網路流傳 藍衣人士囤彈囤到過期 而彈還發黑發霉 不過這些都是假訊息 在同一天還有另一個帳號 以兩張迷彩服裝提彈照片 說韓國瑜口罩的阿貝提上百顆彈 龍民會囤彈 這是什麼XXX的假消息 一個假消息只要轉傳了幾百次 就好像真的消息一樣 今天我們的政府搞到全國缺彈 不去反省自己 然後只打認知戰 但台灣事實查爾中心指出 這是謠言風向球還反搜發現 發霉腐爛漲區的雞蛋照片 其實是2018年蛋液廠商食安 鑑疫事件的新聞照片 與近期缺彈根本無關 還有說鐵籃族群退休贖 疑似吃太多蛋送醫了 反搜發現這也是2022年的新聞事件 資料罩 相關不合理處也一一被擊破 面對特定族群 囤彈囤到壞臭傳言 更針對特定族群做出認知症 只怕更調動族群對立 TV新聞李國正研究宣 台北採訪報導 總統訪美之旅接下來要過近加州 預計會見到美中戰略的主席 總統訪美引發國際關注 而就在這周 美國眾院外委會主席麥考爾 也會來台來拜訪立法院 而且還會跟國防外交委員會 來進行會談 美國眾議院網站公布新聞稿 也透露麥考爾 將率領跨黨派眾議員 會見印太地區的盟友夥伴 層級上可為台美國會正式交流 麥考爾此行先訪問完南韓 就會搭乘專機來台 而且也將會見總統 還有去年曾提出 有意到台灣舉行聽證會的 美中戰略特別委員會主席 蓋拉格也預計率團到加州 會晤回程過境美國的蔡總統 那目前美方積極控管過境的行程的安排 確保低調沒有意外或驚喜 同時也積極與北京聯繫 避免誤判來導致美中對抗的加劇 保持低調避免美中關係升溫 只是總統或要到哈德遜研究所對談 邀請韓上卻沒提到名字 而是以特別的嘉賓來帶過 讓在野批評 這未免也太過低調 畢竟跟馬前總統同時 一個訪路一個訪美 誰都不想被冠上愛畫台灣之名 TVB新聞劉俊章科台北報導 俄羅斯部隊炮擊 烏克蘭東部城鎮康斯坦丁諾夫卡 至少造成了六名平民喪命八人受傷 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俄軍攻擊造成嚴重的死傷了 烏克蘭當局也在追到布查鎮的屠殺案一週年 烏克蘭的武裝部隊總司令也誓言 要繼續為獨立而戰 天含力動烏軍的機槍燙燙熱得發燙 烏克蘭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班萊姬走炮火力支援 来自利维夫的部队 持援巴赫姆德前线 才刚下车 敌军的炮火迎接 吴军却老神在在 谈笑自若 享受着最后的宁静 因为话才刚说完无线电那头有了动静 饭动还没吃完 乌军迅速架好破级炮 先请敌军饱餐一顿 另外一头的乌军阵地也听见炮击声 掀开掩体 搬出秘密武器 其实这架是收缴来的俄军2A65榴弹炮 以子之矛加倍奉还 入夜之后无人机又来清门踏户 乌军飞弹机枪伺候 无人机化为火球 但是仍有落网之余 乌冬小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明宅 遭到俄军的火箭洗礼 造成六死八伤的悲剧 巴赫姆特绞肉机就在东边20公里外 深夜里瓦格纳佣兵团攻入了市中心 在巴赫姆特的市政厅废墟 插上了俄罗斯国席 头目普格里已经亲自宣告 法里上占领巴赫姆特 经过接警对照 普格里已经背后的确实就是市政厅 只是如今只剩下一堆瓦力 围攻超过半年的俄军 目前不仅南北包夹进逼 东面部队还渡河猛攻 包围进入最后的收束阶段 俄军先占领北边的金属冶炼场 接着南边的体育馆 巴士站到市政厅逐步沦陷 已经掌握了七成的城区 而乌军坚称尚未退败 死守商业区跟火车站 但是铁路的南北都被截断 唯一的补给公路也岌岌可危 但瓦格纳其实打的是欺伤拳 不仅死伤惨重 浦格黎金海不断抱怨 正规军扯后队不给弹药 反观乌军 西方援助的武器陆续到位 准备吹响反攻号角 乌军的参谋总部还说 他们最爱的不是海马斯飞弹 而是这款M777牵引榴弹炮 原产自英国设成30公里 能使用北约的155毫米标准炮弹 重量却只有4.2吨 只需要五个人操作 异于部署跟撤退 比起其他西方武器妥善率高达八成 在实战上非常可靠 还有专门猎杀无人机的防空机枪 一字排开 五军秀武器还特别选在基辅的 安托诺夫机场 曾经的空中霸主 安225运输机 毁于俄军的突袭 残骸人在停机坪 五军在伤心地五刀弄枪 复仇怒火箭在弦上 而俄罗斯也升高了核武威胁 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大使格利兹洛夫表示 莫斯科的战术核武将部署在白俄罗斯 还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临近的边境 而这也意味着乌克兰 还有东中欧北约的成员国 都可能成为核打击的潜在目标 不顾阵阵炮火 乌克兰记者直及乌东前线小镇 戴着一顶头盔 简单防弹背心 恶武战争开打后 不止乌克兰的记者深入险境 CNN资深特派 今年二月曾经亲眼目睹 俄军拿伊斯坎德飞弹 轰炸克拉玛托尔斯克 记者人身安全 在俄罗斯境内也受到威胁 华尔街日报 美籍记者格什科维奇 被俄罗斯当局逮捕 指控他是一名间谍 号称现行犯逮捕 但记者到底做了什么 客工完全不说 这也促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开战后第三度 致电俄罗斯外交部长 而人在莫斯科的2021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穆拉托夫认为 逮捕记者真正的原因 和间谍无关 说到人职筹码 很难不联想到 还关在俄罗斯的 美国前海军陆战队 惠兰 布林肯这通电话 再一次要求俄罗斯 马上释放 已经被关四年多的会栏 但同一时间 俄罗斯第二大城 圣彼得堡离奇爆炸 事发当下 咖啡厅外侧窗户 全被炸开 这起事故一人死亡 正好是大力支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 军事部落客 卡塔尔斯基 还传出 他原本在咖啡厅演讲 有人送给他一座 藏着炸弹的小雕像 拿出盒子后 瞬间爆炸 这并没有确定 虽然这些国家媒体 这位塔塔尔斯基 到底是谁 靠着挺战争 仇恨言论 累积大量激进粉丝 爆炸死亡 和去年8月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 政治家的女儿杜金纳 汽车炸弹身亡 有相似之处 不管凶手是谁 俄罗斯反恐委员会 已经开始操作舆论 怪罪乌克兰特务 就是幕后黑手 TBS新闻 中央报导 石油输出国组织 还有盟友宣布 每日减产 116万桶的原油 油价已经传出上涨了 详情交给资讯记者 陈向如 石油输出组织 及其盟国的多个成员 他们突然宣布 要减产石油 而且这个是到 2023年的年底 一天要减产了 160万桶 那么第一名的话 是沙迪阿拉伯 他一天要减产50万桶 强调这是自愿的措施 用来稳定石油的市场 第二名的话 这是俄罗斯 他一天同样减产50万桶 而且他还说 这个措施将会维持到 今年年底 其他的国家 包括了阿联酋 科威特 伊拉克 阿曼 阿尔及利亚 以及哈萨克 都有减产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产油国减产的话 消息一出 导致了油价 每桶飙升了5美元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看到的是 160万桶 但在之前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已经宣布了 一天要减少了200万桶 那么200万桶 再加上160万桶 这等于说 这个减产的规模 是超过了360万桶 这等于全球需求量的 3.7% 比外界预期的 还要来得多 那么国际油价 因此一度跳涨超过了8% 那么是一来 其实会增加全球通膨的压力 二来的话 也会造成了烧地阿拉伯 跟美国的紧绷关系 那么看完了国际消息 如果你还想要知道 其他的新闻 欢迎你扫描这个QR Code 给您更新更快的 TVBS新闻 而4月4号就要加入北约的芬兰 现在传出政局变帖 领导社会民主党的总理马林承认弱败 而中右翼的反对党的党魁奥尔波宣布胜选了 而37岁的马林一直在芬兰都是有争议的政治人物 她虽然带领国家走出疫情 并且也推动进入北约 但是很多人形容她是派退动物 还有她在任期间 公共债务从63%增加到74%来对抗通膨 都被鬼咎是败选的原因 黑心庆祝狂欢 芬兰国会大选结果出炉 这次由中间偏右的国家联合党 拿下多数选票 芬兰政坛确定扁天 芬兰总理马林随后全任败选 但她安慰选民不用太难过 因为得票率并不算差 根据开票结果前三年政党 得票率其实相当接近 国家联合党得票率最高为20.8% 其次市对移民问题 立场强硬的芬兰人党得票率为20.1% 而芬兰总理马林所属的社会民主党 则以19.9%的协议差距拿下第三 国会其次其实还多了三次 马林虽然将会认为了十年级三十四岁 成为全球最年轻的女总理 只是去年一段 开发热片 但却引来宣然大波 画面中正面穿着黑色 四天代的女子就是 分兰总理马林 她和朋友玩得不意乐 还一度过地摆出性感姿 由于这种形象反差太大 马林还一度超级疑是否则 为了理解他只好主动演出 不过声望人收到影响 他一度声勒俱下向大众之间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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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位女总理任内人成功带领 芬兰进过新冠疫情 并推动加入北约 她上个月才亲自造访 乌克兰首都机部 展现支持力道 在这场战场 只有一个角度有兴奋力 你的兵奋力 在东北约, Luhansk和其他地方 都抵制了普通的兵奋力 他们会赢得到 就在投票前 北约秘书长还公布好消息 说土耳其点头同意后 芬兰很快要成为北约的议员 不过很多芬兰选民 关心的不是北约 而是经济 马林主政期间 因为通膨导致芬兰公共债务 大举增加430亿美元 芬兰的债务与GDP比 从2019年的64%上升到73% 再无增加也让曾经当过财长的 国家联合党党魁 欧尔波看到机会 不过欧尔波的政党 因为只有威夫领先 他必须协调其他党组成联合政府 他表态说未来芬兰与北约联手防恶的政策 不会改变 战斗机飞越军事基地 还有吊挂汉马车从天而降 为了施压俄罗斯 美军最近在罗马尼亚与北约军队联合演习 但北约最怕的恐怕还是核武危机 自从普清宣布要在白俄部署战术核武后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又放话 想进一步拿回以前被收尾的核武 《川普社会》 李宾桥统琦 还称呼唰 伊克兰根本赢不了 icia 佛里姆林公则说双二领导人 这礼拜还将再度会谈 尽管白俄呼吁与乌克兰谈判 但俄罗斯不会轻易停下军事行动脚步 还有关注人正在美国的郭台铭重回玉山科技协会 而活动当中邀请到了贾伯斯的儿子来到现场 郭董也感性回应过去跟他的父亲贾伯斯工作的回忆 他说即使在面临生死交官的患肝手术 贾伯斯仍日以继夜的工作让他非常的敬佩 红色外套牛仔裤红海创办员郭台铭重回玉山科技协会 同场还有台湾光鲜教父拱行线等 一百多名华美玉山成员 这场疫情三年来首次大型现场活动 有这位重量级人物 在激昂的郭董旁这位手插口袋的敏天小轩 是苹果创办人贾伯斯儿子Ray Jobs 两人运缘声难得同台让郭台铭也想起 与史蒂夫贾伯斯的工作回忆 还记得iPhone4S发表隔天贾伯斯因病过世 郭台铭透露当时不叫iPhone5而是命名为4S 是贾伯斯的临时决定 这4S代表的就是For Steve 一切宛如老天冥冥中注定 贾伯斯对技术的开发 对产品的创新都让郭董印象深刻 回想参与前几代iPhone设计过程 每年三月郭台铭都会到美国 与贾伯斯和Johnny F完成设计 再利用半年时间进行量产前准备 才能在9月让星期顺利发表问世 两位职场铁员的合作关系 让郭董这位霸道总裁也感性追忆 TVB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间交点来看到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大陆密切观察俄乌战争 要作为攻打台湾的份本与准备 继续交给向儒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中国大陆他现在密切的在观察 乌俄战争当中可以学习到的 成败教训 用未来如果攻打台湾的时候 可以作为借敬 而且他们还直接点名了 包括他们学习了俄罗斯 他们所使用的武器 所使用的军力 核武情报 还有补给线 这些宝贵的知识 好那再来换的话 大陆的军事专家 他们也很用心的在研究 研究什么呢 包括了这一次 俄罗斯他们的军事预算 还有核武言论 我们先从军事预算来看一下 目前大陆的军事预算 是台币6.9兆 几乎是俄罗斯的三倍 好那么而且大陆广大的制造业 还有科技产能 其实是可以生产大量俄罗斯 这一次在战争当中 所欠缺的武器 那么至于核武言论 他们就发现到了 在战争当中 每一次当俄国 他们提出核武的时候 可以有效的下阻西方 不得直接介入乌克兰 这也鼓舞了大陆 扩大研发核武的计划 那么当然了 美国的五角大厦 他们也说了 如果说呢 俄罗斯他们侵略乌克兰的困难 其实也是足以警告共军 未来如果真要攻台 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 不过现在人在对岸的 前总统马英九已经抵达重庆了 本来要去参观 抗战遗址博物馆 但临时改了行程 很多带着鲜花跟标语 要去欢迎的民众 都扑了空 三号下午 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门口 已经有不少民众守候着 说好要来的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我想亲手交给他来欢迎他 我们大陆人 现在很多都对他 都是很期待的 我想两岸应该 互相设计办事处 大家才好持续化的 常态化的交流 只不过马英九 原本预计三号下午 就要造访重庆遗址博物馆 不过却临时更改行程 也让不少民众 全部扑了空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这座博物馆 曾经是抗战时期 顾总统蒋介石 在重庆居住的关底 位于海拔 五百五十公尺的山上 想要参观 得先爬上数百几阶梯 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的重要 根据第一句了解 这一次马英九前来大陆 重要的必绑景点之一 就是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 不过据了解 为了呈现出最好的一面 这回官方在马英九到来之前 还特别更换了陈列设备 从抗战时期 带着青天白日国徽的钢盔 中英文宣传刊物 到展馆外的台湾光复纪念碑 博物馆已经准备好 要迎接 钻研过抗战历史的 前总统马英九 TVHN 余信翰 叶峰伟 重庆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